Hello 各位同学 又是我 DSC 数学联盟 今天就拍片跟大家说说数学科 Core 的部分如何贴题 讲到数学科的贴题有些同学会有两个疑问 第一就是数学科贴例究竟有没有用 你不像其他科 譬如通识科那些贴中了一个主题 你可以预先背好很多资料 然后考试的时候用出来就很大帮助 如果你贴不中的话 但是数学科究竟有没有用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否真的可以贴的呢 是否真的有路可以捉到呢 这就是两个问题 关于数学科的贴题 很多同学都会疑问 我先解释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数学科贴题有没有用呢 坦白说用处一定没有其他科 譬如通识中英文那些那么大 但是你可以当它是 bonus 去看待 举一个例子 一定不会有一位数学老师可以帮你整个数据 然后整个marking做完给你 等你可以考试的时候 背上去整个全页mark 一定是不可能的 但是至少你贴中去考什么技巧 或者到时有什么新的题种 你预先想过或做过类似的 对你的确是有些帮助的 所以你当它是 bonus 去看待 第二个问题是数学科有没有帮助的 其实是有的 这就是正正这段影片想和大家讲的 我以下就会教你们三个方法 帮题和去抓他出什么路数的题目 所以学完以下这三个方法之后 帮题你不一定要等你的补习老师 或者不一定等你学校的老师帮你帮你帮 平时你自己在做 part saver 的时候 你也可以自己帮自己帮帮 例如你做到某一年某一条 part saver 你觉得出得挺好的 那你就可以用以下这三个方法去想想 如果我要再将这条题目翻炒 或者我要再将这条题目再出多次的话 那它的方向应该是怎样呢 其实有些路是可以抓到的 所以以下就会教大家三个不同的方法 在数学4 core的部分里面贴题 如果真的有2020 BSC 的学生 看到这段影片 学了以下这三个方法 然后在未来的这一年里面 真的有帮自己帮题 而到时真的中了的话 那你在留言告诉我 你是帮中了什么 以及基于以下哪一招的招数 是帮你去帮中的 那你到时留言告诉我 那我等你们好消息 好就是这样 那当然 我自己也要有帮中的记录才可以 其实我今年2019年也帮中了一条 但就不是长题目 帮中了一条MC 那我稍后这段影片里面也会说 我帮中了哪一条 就是这样 好了 逐一样逐一样东西 其实DSC 的 Core 出题 现在最热门 是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叫做翻炒 炒字很噁心 我自己也受不了 但翻炒 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出题方法 旧小小年代的回考 还会用翻炒去出题目 但现在不是流行翻炒 现在它是流行将一样东西升级去考你 我会解释一下这两个词是什么 首先翻炒就是以前旧代回考很喜欢做的 就是他可能见某一年的年份的某一条数 那年特别多人错 特别做得差 于是他过了几年后 就会将相同的技巧 在新一年的试题里面再考多一次 这就是以前经常做的 但留意近年来说 除非是很基本的题目 即是A1部分的初中题目 每年都一样之外 他不太流行将一些难题目 直接就这样翻炒 反而他喜欢升级一些题目去考你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在2014年的卷一 Paper 1 第十九条 我想做过Pathsaper的同学 应该也很有印象 就是扔波波那条 但扔波波的A部分 大家记不记得去问 什么呢 就是说有两个人摘色仔 那谁先摘到3 谁就赢了 摘到3的人就赢了 当时就问你 Ada和Billy两个人摘色 摘到3先 谁就赢了 Ada是摘先 问你Ada赢的概率是多少 坦白说 这条题目 我在很久很久以前 都拍片讲过 我觉得这条题目是出得挺好的 而我觉得它也很有翻炒的价值 但最后到2018年 他不选择去翻炒这条题目 他选择去升级这条题目 再去考虑 到2018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在Payper 2 的 MC 卷 刚才Payper 2 的2 的发音有点怪 我自己也觉得 我稍后听一下是什么事 好了 Payper 2 的第43条 就翻炒了 但他翻炒得来 他不是完全全的copy and paste 而是他将他的难度 再升级多些 那他今次是问些什么 就是说两个人轮流摘色 但扎到1或6都会赢 但未完 他不是找那个人赢的概率 而是要扎到1而赢的概率 即是1和6都会赢 但我不要他因为6而赢 我要他因为1而赢 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我没有记错1定6 总之是要适当一个中赢 所以他很习惯 把一些题目现在不流行翻炒 他喜欢将他的难度升级 再去考虑 变了就是做Payper的价值 变了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过Payper 而他将一年舊的东西升级去考虑 即是你连初级的东西都没有做过 你直接去做高级的东西 是很难做的 所以变了就是为何我会那么紧张同学 例如有些同学找我补习 例如retake 我第一个问题 都是会问他 你上年有没有做过Payper去考 我一定是很在意 所以就是第一样 他出题的方向 就是他喜欢升级一些旧的东西去考虑 所以同学自己做Payper的时候 都可以留意一下 有没有题目你觉得是有升级的价值 如果你觉得有的 你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哪一年的哪一题 是有升级再去考虑你的价值 是这样的 第二个我出题的模式是怎样呢 叫做删除 删除是什么意思呢 删除是这样的意思 他会拿回你们的Ciribus 这是你们Ciribus的其中一部分 我拿去Copy出来 Ciribus这份东西大家都听过 但我相信不是每个同学都有看过 而我真的看过它整份Ciribus 是有什么要考 有什么要不考 在Ciribus 里面的第十一节 我设计近一点 在Ciribus 里面的第十一节 是关于轨迹的 即是英文Locus 这个时候 他说了一系列Locus 你是懂得分辨到的 这个其实是我今年贴重的题目 就是2019年Paper 2第26题 他当时问了MC 有条直线在这里 然后有一点在移动 但移动得来 和这条直线是保持三这个距离 究竟它是什么Locus 即是它是什么轨迹呢 其实它就是这样的轨迹 因为和它本身的直线 持续距离是三没有变过 但它不止一条 因为它下面也可以是 所以它是考虑这个 与一直线保持固定距离的这个 其实我今年是持续了这个 但很可惜它是MC出 因为我本身觉得 如果这条题目 在长题目出会比较有价值 因为很多人会搭了一条平衡线 这样就会错了 所以长题目是更加容易阴到别人的 但anyway 这是我今年贴中的那条 那我就同定我的学生说 你今年那份卷 很大很大机会看到 是一定考你一坨平衡线 那当时就这样和学生说 那是最后中了 但是呢 我为什么会贴中的呢 其实我是看着它这一格来贴 我看着这一格 它有什么是以往那几年已经考了 我刪除了它 一点保持固定距离 即是圆 已经考了 接着两点保持双等距离 即是P-Pandacular Bisetta 即是垂直平分线 已经考了 接着与一直线保持固定距离 未考 所以我觉得很大很大机会 会考的 与一线段保持固定距离 即是运动场的轨迹 即是这样的 会是头尾中间是直线 然后头尾是半圆 运动场的形状 这个呢 未考的 但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觉得 它不像会考这个 这个是多数教科书 才会重点教的 但是 以DSC的角度去看 我觉得不太像 会出这个 所以这个呢 我未至于要刪除它 但我会打个问号 在这里 我也不太肯定它会不会出的 接着与两条平衡线保持双等距离 曾经出过一条题目 就是说 有两条平衡线 一个截是-1 一个截是-3 中间有条线穿过 问你那个截是多少 那你应该要猜到是-2 那这就曾经出过 这个 接着与两直线保持双等距离 这个呢 其实严格来说 出了一半 因为其实严格来说 它是Angle Bisetta 但它未试过直接问 因为它也有一个陷阱 就是你答案会有两个 会有两个 但其实它也算是未出过 所以就是我刪除了它 已经出过 而且刪除了这个太奇怪的样子 我觉得它不太大机会出的时候 变成我收窄了范围 要么就这样 所以我就猜到今年应该会出这个 正路来说应该会出这个 其次就是这个 所以我就同定学生说 记住有一条直线 你要跟它相等距离 记住上下都有 今年就出了 所以就是第二个方法 你可以憑住 憑住 Cibus有些什么 在某一个题目中 然后它已经考过些什么 然后你再刪除它 我给大家一条提号 刚才那条问题 就是刚才我贴中的一条 就是2019年Paper 2 第26题 就是这样 第三种出题的方法 究竟是什么 就是Cross Over 就是Cross Over 就是Cross Over 其实Cross Over 一直都有 有一些是常客 什么是常客 即是它每年都会把某些题 Cross Over 两个题目放在同一个题目里考虑 比如说 Equation of Circle Cross Over 会Cross Over Cross Over 整天都会做 或者Cross Over 直线都会 圆和直线都会 又例如2D Circle 会Cross Over 2D 三角 在同一个平面里面 又有圆又有三角形 叫你找一些相似三角形 然后又例如3D的三角 会Cross Over 体积去考虑 我先写了 体字 不写了 3D的三角 会Cross Over 体积的 例如一个3D的立体 然后 AV Part 叫你计定底面积 然后 C Part 叫你找一个 Volium 于是乎 你就要用你一切的办法 找一条高 这个都考过 经常都会考的 当然 最常见的2个Topics Cross Over 就是统计那一课 和概率的这一课 基本上是孖山兄弟 有些常客 就是每年都会有这些模式 去出题去考你 将2个Topic 不同的Topic Cross Over 去考 但是 以后你们做题目的时候 亦都可以想想 其实 有没有新一点的配搭 有没有一些未出现过的配搭 其实它是不断 每一年都会有新的配搭 出现去考你们的 举个例子 只是2018年 只是2018年 它就出现过以下的配搭 在Paper 2 第45条 它就出现那一条 叫做等差数列 叫做AS 是不是瘋 那个叫做什么 是等差数列 叫做AS Cross Over 这个叫做Mensurement of Dispation 即是离叉量度 它在说一个等差数列 我都忘了问 standard deviation 还是什么 总之就是往年45题的模式 但是那堆数据 是换成一个等差数列 去考虑的 例如 都是2018年 同一年 已经有很多不同的Combination 是新的Combination 出现的 就是Paper 1 那里 第18条 它出现过一题 就是用变分 变分 是一个很简单的题 基本上 Variation 去Cross Over 一个叫做 图像变换的物体 图像变换的意思 就是有个功能 本身叫做Fx 然后我将它变成Fx加2 然后外面整个2 让它那条图像变换 这一科叫做图像变换 当时2018年 在Paper 1,1 就出现了一条 是变分Cross Over 这个图像变换 所以就是 当你们自己做Part Saver 你可以不断去想想 发挥你小宇宙 几天马行空都可以 其实没有人会想到 这两个会这样Cross Over 所以几天马行空都可以 将两个不同的题目 Cross Over 在一起 不断去Blinkstorm 它可以如何考虑 你呢 举个例子很简单 我随便说两个 例如说 概率和圆的 我两个Cross Over 可以如何考虑 很简单 我就可以说 有个箭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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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跟你说 现在我扔飞标 随机扔到某一个箭靶 可能这个是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应该倒转的外面 应该是低分一点 有它 总之就是每一个圈的范围 不同的分数 还可以考虑你 扔标的期望值是多少 因为我计算到 最入面的概率是多少 最入面的和尾尔的概率 即之间的空位的概率是多少 如此类胎 每一格的空位的概率是多少 然后乘回对应的概率 计算期望值 我也可以 至于计算到空位 即第一格和第二格之间的空位 当然我是要用 原课的面积公式去计算 所以这个时候 就可以Cross Over 两课书去考虑 所以就是平时做数的时候 或者有时间 睡不着的时候 有空想想 随便说两个题目 如果我要Cross Over 这两个题目 我可以怎样出 有空振动一下 说不定你会突然间 幸好撞中一两鞋 这是不奇怪的 所以出题 即是以目前的方向 不外乎这三个方法 多些做Part Saver 多些自己想想 留意一下 那就可以了 当然你可能会问我 DXC数学联盟 基于这三个方法 你自己又会怎样 2020年那份短 你预计基于这三个方法 去提提的话 会看到些什么 当然我自己也有个想法 当然是心里有数 但我不在这里说 就是明年临考DXC之前 大概三月左右的时间 我会再出一段片 到时就是最终极的 就是帮大家去提提 提提一下 我觉得会出什么提例 提提一下 什么题目会Cross Over 提提一下 就是他现在考剩些什么 我觉得是会再考的 又或者提提一下 有些什么是会升级再考你 我到时 在三月那段片 就会再和大家分享 我的看法 就是这样 当然了 知道了这三个方法之后 如果各位同学 有什么看法 自己也想提提一下 不妨在留言 和我分享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